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Skinjang 現在我帶大家看一看馬來西亞的Skinjang是什麼樣子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現在我們在Skinjang 然後呢,這邊Skinjang其實是很大很大 然後有4500 acres 我也不知道有多大 現在全部都是6月的情況 是因為它還不能收割 收割的時候大概是6月左右吧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看到很多稻田的話 黃色的稻田 那就需要5、6月或者12月 不過你要選這時間啊,你不要選到它收割了 你才來,這樣子的話你就是白來啦 然後這裡也是有一個米廠 因為它們收割了就會送去那個廠去製造 然後你們來的時候也是可以參觀 當然是有收費啦,忘記幾多錢啦 應該是幾塊錢吧 然後 然後還要送一包米 對,你幾塊錢還送你一包米 基本上Skinjang就是這麼樣 所以歡迎大家來到馬來西亞 也順便來看一看馬來西亞的四根莊 那個稻田是多麼很漂亮 OK 每個小駿你都快殺了 你們都很喜歡 大概九份 總算是15分鐘 真的、五元 五月四個即용 嗯,鱼米之香 这就是Skinjang一定要来打卡的地方 水燕树 你看到这个树有多大啊 然后这边隔壁有一个那渡公庙 来带大家看一看附近有什么 然后这里有一个白沙滩 现在因为早上11点多 很晒的关系 所以你没有看到什么人在那边 通常沙滩都是傍晚才有人来的 然后许愿书就是 买一个红色的绳好像要几块钱 然后你就可以许愿 许完愿过后 你就可以跟你一般朋友来这边 自己拍个照有个链 这里有一个上秋千 我们来玩一下 OK,现在我在跟我的老板 等着我老板当完他抽签 然后我们就去下一个站 当外面见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收割季节 所以我也不知道收割季节是几时 所以你们要看很美的黄色的收割季节的时候 然后你们就要上网查一查 这个我也帮不到你了 老板 满意吗? 这是Kindjuan之旅 还好没什么特别 因为我们来过了是不是 没有来过 谁也会觉得没什么特别 你不是要介绍给你的台湾粉丝 我们是很诚实的一个Vlogger 我们不会介绍一些不好玩的东西 可是如果喜欢大自然的朋友 这种的可以来就等我一下 就这样 整个这样之旅结束